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我去肌皮的一些好用的产品 我的腿呢是属于那种肌皮非常严重的腿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了夏天或者是一年四季呢 我是用哪一些身体乳 然后是哪一些的去肌皮的效果特别好的 然后其实我入的身体乳真的蛮多的 就是美白啊 然后保湿啊 然后止痒啊 然后去肌皮的都有 然后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那个去肌皮和美白的 我今天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 就是在我身上去肌皮效果最明显的一个身体乳 就是这个果酸身体乳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 这个真的我不夸张 我一年要用两瓶 就是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会用它 然后这个是我就是这空瓶这回购 这回购的也用了一半了 反正这个在我身上去肌皮效果非常好 我个人觉得呢 肌皮除了你就是擦身体乳之外 晒太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我讲就是盲难堵塞吧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问了一下朋友朋友是说就是说你是缺少那个维生素A 然后还是什么呢 然后就要多吃一些补充的东西 然后除了补充之外呢 你还要涂一些这种去 就除了补充剂之外 还有晒太阳之外呢 还要就是用这些身体乳进行一个更有效的那个去肌皮的作用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推 而且它不贵 然后之前不是那个花花我推了一个那个三百多一瓶的那个奇怪国外牌子的那个吗 那么我真的觉得太贵了 我买不下手 然后我还是选择用这种稍微评价一点的去肌皮的那个身体乳 这个非常好用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为什么是小瓶的呢 是因为我买了大瓶的然后放在家里了 这个是出门的时候你可以带它 这个的话是我妈用了 她也觉得那个去肌皮效果非常好的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的价格呢会稍微比这个贵一点 但是它也蛮大瓶的 就是你买一瓶的话应该也可以用蛮久的 所以这个的话我也很推荐给大家 它去肌皮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跟我妈都是肌皮皮肤 我就是遗传我妈 所以我们两个用了这个也觉得它效果特别好 然后接着要说的呢 就是一些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更滑的 我对 因为我是怎么讲呢 就是它对去肌皮有没有效 我不知道 但是挺多妹子用了 说它对去肌皮有效 我才入的 我入的时候 其实我腿上的肌皮已经不足了 然后我是想说 就是用一些稍微滋润点的身体乳 因为下腾不是在空调房嘛 就其实你空调吹多了 你身上的皮肤也会很干 所以我就又入了一些可以去肌皮 标版的可以去肌皮啊 美白啊 然后保湿效果的身体乳 我首先第一个要求的是这个 这个身体乳呢 也是一个妹子推荐的 然后我就是找代工买了 然后这个的话它的价格是100多 然后是200毛 然后跟这个比起来的话呢 也是差不多价格吧 这个还是稍微便宜一点 然后我使用了 已经使用了半个月了 我觉得效果是还可以的 但是它去肌皮的效果 没有太大的明显 但是它真的确实会让你的 身体的皮肤变得更滑一些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用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有没有代工有这个的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 而且它味道特别香 它的质地呢 也是比较那种 然后它的质地呢 也是这种比较水润型的那种质地 就不是那种浓稠的身体乳 然后抹开了之后呢 就是也很好抹开 然后不会有那种油油色色的感觉 那么这个身体乳呢 它就是你 就冬天的时候 你一定要配合一些其他的身体乳 混合在一起抹 不然呢 就会有一种色色的感觉 就比较难抹开 我之前看一些功课 他们也是用这个身体乳呢 配别的身体乳 像我的话 我就会用它来配这个身体乳 这个身体乳 这个身体乳应该大家不陌生了吧 就是那个SESMA 那个什么燕香样的美白身体乳 我讲真的 它其实美白的效果 在我这个我并没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它用它搭配起来的效果还蛮好的 就是我的腿是有变得光滑 让我稍微变白 但是你说它很美白吧 但是我感觉也没有 毕竟它的价格也不算特别便宜 就200左右吧 然后是多少毫升 400毫升200左右 但是可以用蛮久的 冬天呢 我就会用这两个搭配 然后到夏天呢 我就会只用这个或者只用这个 就是我每天擦的身体乳可能都不太一样 就是比如说 我放在浴室的是哪一个我想起来了我就用哪一个 还有就是我洗完澡忘了擦了 我护完敷之后 我手上就桌边有哪一个 我就拿去哪一个用 但是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呢 是这两个 还有就是这个呢 它是一个国外的牌子吧 然后我是在一家店 就是它在做那个清餐的时候买的 因为它这个好像是保质期开封了之后 保质期就是怎么讲 就是很短 就6月到用完 然后它这也快到期了 就是19年到期了 但是它在做特价 然后它是说可以去基皮 然后我看它这个背后的效果是有说 就是对于皮肤那种比较干的皮肤的话 它也比较适合 而且它很小于直 就150克 然后但是做特价的话很便宜 才59块钱来报油 然后我就买了 我试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我也非常喜欢 然后它的那个质地也是 它的质地也是这种比较水润型的质地 就非常好抹开 就很适合夏天啊 因为夏天你就不太想用那种 太厚重的那种身体乳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的话 我也是很喜欢 这个链接的话应该是美味的 因为它就是在清餐的时候我买的 然后我觉得味道我也很喜欢 然后反正就是最近录的这些身体乳 我都蛮喜欢的 就是以上我说的这些身体乳呢 我觉得对去基皮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但是我最推荐去基皮 以去基皮为主的话 我还是最推荐这两个 然后如果说你是想进行一些美白 或者是保湿的话 我就觉得可以用后续的这一些 然后我除此之外呢 我还会用一些就比如说 你就是快灵气的那种美白精华 或者是你已经闲置在那边的一些美白的乳液啊 美白的精华 我会也会把它擦在手上 但是说实话效果其实并没有特别好 因为怎么讲呢 你身体的皮肤肯定比你的脸糙嘛 那你用到脸上的美白 成分那个所含的那个量呢 在你身体上起到的作用肯定是没有那么高的 我觉得秉持着不浪费的那这个观念的话 我还是选择了抹在身体上 但是我觉得你抹的话 你如果说美白没有效果的话 那最喜欢起到了保湿的效果对不对 就总有一个效果起到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你就是灵气的一些 还有过气的一些那种护脸 没必要人掉 你就用来擦身体嘛 你擦脚盘啊 你擦脚背啊 然后擦膝盖啊 然后擦哪都可以 你穿这些呢 就是我这些年弄到的 我觉得去肌皮 然后还有使你的皮肤光滑 比较有效果的一些身体育推荐 我希望大家对大家都有帮助 然后这些都不是特别贵的 都是100多 最贵的也就是100多 我觉得学生打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这买一瓶这个可以用很久 不过像这种的话 在我这里可能只两个月都没了 我是一个不管用什么 护脸非常好的人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绝对没帮助的话 就请多了